大家好 现在离六四30周年的纪念日已经很近了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今年全世界会有很多的城市 除了中国的城市之外 都会开展纪念六四的活动 规模最大的肯定还是要属香港的纪念活动 往年都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去参加 今年有可能突破20万 所以希望在国内的朋友 如果有机会自由行到香港 就一定要去看一看 一定要去参加 那么除此之外 我相信规模第二大的 就肯定是在美国的自由雕塑公园 前几天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过 自由雕塑公园 就是由民运雕塑家崇敏先生 和三位全民共振团队的成员 大家共同发起的 现在还有几个民运团体和十几位民运人士 大家在共同的建设,共同的管理 他们在那里已经创作了一系列的雕塑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六四纪念碑 那个六四纪念碑非常大 差不多有三层楼那么高 现在呢,崇敏明先生带着几个义工啊 现在正在创作的是坦克人的雕塑 另外呢,我们全民共振团队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在今年的六四纪念日之前呢 我们要建成六四大屠杀元凶的贵相群 至少要述两个贵相 就是邓和李的贵相 现在呢,我们要向全世界的这些网友 所有的支持,中国民运的朋友 大家来共同的商讨 怎么样把这个贵相群建好 首先呢,我们是要征求创意 我的个人的想法呢,就是啊 直接的就模仿这个岳飞墓旁边的那个秦桧的树像 除了面部特征一看就知道是谁之外 身体的那部分呢,就非常简单 把他们的上衣给脱了 然后呢,捆上一根绳子 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地方都是非常简练的 这些线条不需要有太多的细节 关键是要让大家看得出来 邓小平是邓小平 李鹏是李鹏 这就行了 当然呢,我不是艺术家 所以我说话不算数 所以我现在呢,向大家来征集这个创意 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的好主意 怎么样的创作 最好是能出草稿 那我等一会呢,在我的这个视频下面呢 把我的邮箱留在这里 大家有创意的朋友啊 就发到我这个邮箱里面 然后我转交给陈文明先生 和他的这个创作团队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是到底数哪些人 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商量 希望大家啊,来出主意 六四这场大屠杀啊 很多人参与的 跪着手有非常多 那当然元凶那是邓李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那些军队的那些头目啊 甚至是直接参与屠杀的军队的那些官兵 我们到底数不数,数多少 希望大家都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征集啊 这个招募雕塑家 当然了,这个雕塑家呢 我们是招募来啊,是做义工的 我们也去请过那个职业的雕塑家 但是呢,他们的出的价钱呢 都太高了 仅仅是雕塑邓李两个人的贵像 最低的价钱,报价呀 都是八万多美金,高的有十好几万的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所以只能招募雕塑家来做义工 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雕塑家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募集了一些钱 除了用作买材料和平整 那个地方,然后修一些基座之外呢 所有剩下的钱都会给这些雕塑家 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补贴 那一点呢,这个表示我们的一点谢意 现在呢,这个雕塑的这两个贵像的 这些贵像群的这个募款的工作 主要是由原乡居士在负责 他现在已经募集到差不多有一万美金 那么这些钱呢,我们都会用在全数的 都用在这个贵像的这个创作上面 另外呢,我们还要一些义工 因为雕塑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创作 不仅仅是劳力劳动 而且还是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 所以说希望有义工来帮助这个雕塑家 一起来进行这个创作 那这里再声明一点啊,这个雕塑家呢 一般的艺术家都是比较有个性的 那么如果您觉得是自己啊,愿意独立的创作 您就可以独立创作 如果您觉得可以和陈文明先生合作 大家一起来创作,那当然就更好 因为陈文明先生呢,是这个我们呢 民运阵营里面的一个知名的雕塑家 也是啊,创作了很多这个跟民运相关的这些雕塑 它在这个雕塑上面呢,在政治题材的这个雕塑上面 是非常有心得的 现在啊,我们各方面的 关于这个六四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 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希望啊,今年六四纪念活动 大家都能够啊,汇聚在一起 我们不仅仅是在纪念这些先列 这些为我们为这个中国民主进程 牺牲生命的这些先列 我们更是要继承他们的这个一致 我们要把他们为敬的事业要进行到底 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一次活动啊 要希望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支持中国民主运动 愿意参与民主运动 愿意啊,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转型啊 进行到底的这些朋友 大家趁着这个机会 汇聚一堂,共商大计,群策群力 把今后的这个中国的民主革命 把中国的这个民主转型啊,进行下去 现在中共呢,他们已经处在一个四面楚歌 危机四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现在正是我们呢,从事民运的一个大好时机 现在啊,我们希望四海之类的朋友 只要我们的志向是一样的 大家都聚集到一起来 大家都来啊,商量怎么样做 大家都来啊,分工配合 趁着现在中共的虚弱的时机 我们把他们推倒 趁着现在啊,民主大潮在全世界啊,席卷而来的这个时机 我们呢,把中国民主完成 把中国的改造成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